新冠病毒中奥米狂对呼吸道及肺部的影响最大 许多人染疫即使康复都还会出现咳嗽胸闷 即没办法轻松呼吸的问题 如何让肺部更健康成为关键 但你知道吗 不只香烟和油烟会伤肺 不是那么建议说在你染疫之后 你还没有完全症状完全恢复的时候 有太多对呼吸道刺激的东西 医师提醒那些让人感到放松的香气 许多都会伤肺 即使染疫康复也尽量避免使用 化学香氛蜡烛或精油 因为燃烧产生的芳香氨化合物 恐会造成肺部刺激 一旦肺部受损就可能出现咳嗽过敏 掉发便秘皮肤粗糙暗沉等 一旦出现这些状况就要特别注意 但该如何预防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提升你附加感神经的优势 任何能伸展肺器官的动作都很有帮助 治老师亲自示范 天线是瑜伽身体呈跪坐姿势 屁股放在脚跟上 手往后放时先吸气 呼气时身体在往前弯 可以训练横隔肌 另外深层油感呼吸 让氧气接触到下肺液 全身的气体交换 有助于提升肺活量 喜欢运动的民众 也可以尝试 劲走慢跑或太急 不要一下子就说 我染疫了 我赶快要好 所以我尽量运动 你会让自己的状况更糟糕 不过医师也提醒 人以后肺部受损 太过激烈的运动 身体可能无法附和 可以透过手部的鱼记穴 舒缓咳嗽气喘或内关穴 改善胸闷心计 但不论是运动 或者是按摩穴道 都要花时间每天练习 持之以恒 才能达到强健肺部的效果 记者谢宏如陈嘉伦 台北采访报道 热情战放的凤凰花 火红的宝盒色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更显娇艳 在盛开的凤凰花下 还有两台列车交错呼啸而过 去年有来开过 就是要耐心等 那你两边过来的 我从桃园过来 狂野的菊豪 配上一般般火车 这画面美的 就像一张明信片 充满失忆 看在铁道迷的眼里 更是难得 我来这里都两个多小时 有时候补多到七千车 自强都是单台的 要两台的很少 苗栗造桥的朝阳路上 五六颗高大的凤凰木 顺着蜿蜒的铁道而生 平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到了每年的五六月 凤凰花盛开 就成了夏日的限定美景 这棵树大概上个礼拜 才开两层 我今天来开 大概开四五层了 今年的雨水多 凤凰花还没有全树盛开 但已经吸引不少摄影玩家 来赏花追火车 而台中的福寿山 在铁田还是可以拍出绝美景致 德基水库是台湾 海拔最高的一个水库 山市之美 在空拍画面下 一览无遗 山栏的绿 从浅到深渐层 翻射在德基水库的水面上 松软的白云 时而飘散 时而聚集成海 大自然修丽的美景 让人心狂神疑 解雷美丹景臣 来三居小组 台中苗栗 采访报道 鲁道快要变成 胶壮的肉燥 在巷弄飘香 这锅已经传承到 第三代的肉燥饭 老板创新菜单 把普通肉燥饭 华丽变身 肉燥饭铺上一颗颗 饱满鲜颗 已经让人劳脆弱 但这样还不够 老板加码 一边铺上鲑鱼卵 一边铺上虾卵 超澎湃的海鲜肉燥饭 让民众就算冒着大雨 也要来排队 第一次吃是新鲜 第二次就觉得 还想再吃 加娃娃超脏的 我海鲜控 哪里有海鲜 我就想要去哪里吃 一份99元 一天限量100份 而且每个人只限购一份 已经有劳主顾 回锅再买 只说CP值很高 另外一家炒饭店 用餐时间也大排长龙 大伙快炒小卷 铺在炒饭上 五只小卷摆到满出来 隐藏版小卷炒饭 变成必定的明星菜单 食材很丰富 而且很新鲜 料很多 然后饭起来很好吃 小卷炒饭虽然没有季节限定 但限量提供一天100份 短短一个半小时卖光光 超强手的小卷炒饭 跟这一碗海陆结合的 海鲜肉造饭 让店家意外爆红 成为必吃美食 解高雄台南 做不懂 一眼望去 不管是玉米炒蛋 佐萝卜 或是香辣烹火的 五根长旺 还有卤到油量入味的 三成豆等等 有肉 有菜 有汤 想吃什么就夹什么 不必担心荷包缩水 因为只要 七十块钱 全部的菜都可以 无限量吃到饱 真的太划算 民众吻风和来 这个 听说这个很便宜 有人甚至还天天都来 主打就是七十元 然后便宜 然后因为我们只是为了饱餐一顿 生活不容易 为了省钱 就是来这边 然后一餐就可以第一两餐 老板娘十分低调 只强调希望大家吃得饱 不浪费就好 不过好吃便宜的同班美食 宜然也有 老板娘熟练的把腌好的鸡肉 一支支插上竹签 左手拿起串好的鸡肉串 裹满面糊 放进油锅 酥仔一下 油锅里的鸡肉串滋滋作响 香喷喷的味道 瞬间引爆 被抓着金黄酥脆的鸡肉串 起锅 大口咬下 里头热腾的那香气 散发出来 一支只卖十块 十块而已 很大一串 这间呢 宜然小有名气的鸡肉串店 主打就是便宜到 不可思议的十块钱鸡肉串 不少在地人 都冲着超高CP值而来 好吃啊 然后价格很便宜 在这个万物起涨的年代 不管是十块钱的鸡肉串 或是平民版的自助buffet 只要有兴趣找 同板价也可以吃到美食 记者刘志展 林一辰 长好 综合报道 珍珠奶茶 大口大口吸进嘴里 夏天到了 来一杯珍奶饮料最消暑 但小心 寒糖饮料喝太多 可能会失智 质量就好啊 人生苦短 稍微靠散下 自己应该不为过吧 不要以为一天一杯酒没事 根据卫福部的建议 每人每天的寒糖摄取量 最好应该低于50克 但是一杯全糖的珍奶 寒糖量就有62克 直接超过 寒糖饮料喝太多 可能会降低脑容量跟记忆力 进而引发失智 寒糖饮料要少喝 听音乐也要注意 像是这样 可以听到耳机内的声音 你的音乐已经变成噪音 不只会损害听力 也会影响大脑 失智的风险会翻倍 坐太久也不行 不管是工作或是休息 超过六个小时的久坐 脑部的灰值就会减少 大脑更容易萎缩及退化 另外习惯性的负面思考 睡眠不足 也会影响到脑神经 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习惯 如果不加以改善 都可能提高失智症的风险 今天杨先生在景城台中 采访报道